法庭方面还有简博断理还乱的全民党主席双包案 被逐出党门的安邦区前国会议员祖莱达 不甘心社团注册局认定 拿读孙伟宣才是全民党的主席 已经入禀法庭挑战当局的决定 展开另一轮的党魁争夺战 根据网络媒体当今大马报道 祖莱达是在上个月24号 向吉隆坡高庭申请司法审核 要求法庭裁定注册局的决定无效 而且不合理 诉讼文件中同时要求法庭发出职务旅行令 要注册局承认祖莱达从去年10月7号开始 就已经是全民党主席 祖莱达在至期3月22号的宣誓书中表示 孙伟宣在去年10月1号的全民党大会上 委任他成为主席 半个月后他也收到了党的通知函 说已经向注册局汇报他是党主席 祖莱达也声称注册局不曾通知他本人或是全民党 当局的记录显示 孙伟宣依然是党主席 祖莱达被开除党籍之后 目前成为巫统前总秘书 丹斯里安妮努亚穆沙 挥下的国民和谐组织熟立主席 祖莱达尔